拉铃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泰国网红 在社交网站上人气很高 拥有几十万粉丝 每天 拉铃都会上传经修货的照片到网络上 沉迷于粉丝们的赞美 但其实 生活中的拉铃 即使是在家里 也会一直戴着口罩 因为她的脸不仅坑坑洼洼 还有很多痘痘 就像月球表面一样粗糙 在泰国时 很多同学都戏称她是月球小姐 因此 拉铃才逃到了日本 因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没有人会知道她的过去 也不会有人对她的口罩感到诧异 夏天到来时 一个名叫纳特的泰国插画家 关注了拉铃的社交账号 因为她有一本插画集将在日本出版 便拜托拉铃帮她从泰语翻译成日文 看到纳特帅气的头像后 拉铃爽快地同意了 从那以后 两个人便经常一起聊天 在每次视频时 拉铃都没有勇气拆下口罩 纳特给她寄了一个戴着笑脸的口罩 并说希望能看到她笑起来是什么样子 不久后 纳特竟直接从泰国来到了北海道 并约拉铃见面 拉铃畏惧将真实的自己展现给纳特 只能拒绝了她的邀请 纳特听后很失望 但还是说 希望拉铃能够读一下她的插画书 随后便下线了 原来 拉铃和纳特早在泰国时就已经见过面了 那是一个圣诞节 纳特当时还很胖 同学们都排挤她 让她穿着厚重的圣诞老人服 坐在角落里 纳特害怕别人会嘲笑她吃饭的样子 连汉堡也不敢去拿 拉铃发现后 便好心将自己的汉堡送给了饥饿的纳特 为了表达谢意 纳特为拉铃画了一幅肖像画 但两人坐在一起的样子 被同班同学拍了下来 甚至嘲笑他们是肥猪和腐蚀 望着拉铃难过的眼神 纳特决心一定要改变这一切 拉铃去日本留学后 纳特便开始坚持健身 创作插画 在那本寄给拉铃的书里 她将自己化成了一个 漂泊在宇宙中的孤单宇航员 直到遇见拉铃 看见美丽的月球 才惊叹世间竟有这样的美丽 分开的日子里 她努力抛掉雷坠与束缚 向着月球的方向不断前进 就是为了有一天 能够与她的人生轨迹重合 看到书的末尾写着 是拉铃 那个完全改变了我命运的女孩时 拉铃才想起了 纳特就是当初那个被排挤的胖男孩 既然纳特早就知道了她的样貌 她便有了勇气面对她 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 只是 当拉铃勇敢地将自己真实的样子 上传到网络时 粉丝数却瞬间从几十万变成了零 而那般载着纳特 离开北海道的列车 她最终也还是没能追上 虚构的幻觉虽然美丽 却永远也不能成为现实 世上从来没有完美的人 想要变美 最重要的是先接受最本真的自己 毕竟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 又怎么会得到他人的爱呢